今天的信息是从旧约到新约,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很多人会觉得基督是新约的,不是旧约的 我今天给大家看到的经文,可能有些人会很惊讶 好像以前没有留意过的 圣经很多地方很清楚地说到 我们的得救,无论是旧约和新约的人 都是借着耶稣,虽然他们未知道耶稣 但是他们知道将来所要来的救主 有些人就以为,有一个教导叫dispensationalism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不过他将整个世界的时期 分成七个时期 其中比较多的人记得就是律法时代和恩怨时代 被人觉得旧约是靠律法,遵从律法 新约就是靠信耶稣,旧约就不是信靠神的 其实旧约信靠神都是信靠神所预备的救主 这里他就说以为旧约是靠献制,献牛羊 旧约的确是有献牛羊的 但这个献牛羊只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仪来的 他们就以为新约才是靠耶稣,新约才有恩信称义 其实旧约都是有恩信称义 以为旧约的时候就是律法时代 现在就是新约时代,恩怨时代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律法时代有没有听过?就是靠律法称义 我们就从圣经去看 第一点就是阿伯拉罕的约是恩信称义的约 这个约是不会被摩西的约取消 首先我讲讲阿伯拉罕和摩西的关系 阿伯拉罕是以色人的祖先,神简宣了他 就讲到他会叫万族因他的后裔得福 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所讲到是耶稣的 耶稣是会叫万族因他得福 在阿伯拉罕生的儿子以撒 以撒再生亚国,亚国改名做以色列 神改名做以色列 以色列生了十二个儿子 就是将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儿子叫摩阿约塞 约塞去了埃及 这个我不详细讲了 神预理有一天他回来 回来的时候,谁带领他们回来呢? 就是摩西 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以色列 摩西去到西雅山,神就赐给他 叫他上西雅山上 四十就夜上了两次 他上去又不用吃又不用饮 上了两次 本来上去第一次已经将律法拿下来 但是以色列人犯罪 他就将那两块法板打破 神又叫他再上去又再拿 然后他就立这个 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 就称为旧约 旧约就是有这个宪制 即是用宪制的方式 他们犯罪的时候宪制 很多人就会直觉觉得 他们就是靠这个宪制属 即属罪就是从宪制来 我们稍后会看一看 会说出这样对我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 首先说到就是 阿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即是摩西之前 而祖去多久呢? 就是祖去四百三十年 因为稍后有讲到 四百三十年之后的约 即是摩西立的约就是四百三十年之后 他说这个恩信称义的这个约 应许就不会被这个约取消 所以这里第一就讲到 阿伯拉罕的约是恩信称义的 是信靠神 信靠神的赦罪 不是靠行为的 其实宪制都不是靠行为的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来的 好了 創世纪十五章六节 很简单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阿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答为他的义 阿伯拉罕 他们起初叫阿伯拉罕 后来神就改名为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很清楚 这个很简单的讲到 他是信神所以称为义 他不是做得够好 他不是做得够完美 所以阿伯拉罕的时候 已经是信靠神而清义 为什么律法清义有问题呢 如果律法是可以清义的话 只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只有人可以靠做好 我以前也曾经有一次自己想过 那时候我未读神学那一次 这个旧约的宪制 就是耶稣不用来 一路宪制到现在 以后都不用有耶稣 一路宪制可以得够 但我后来明白 其实旧约的宪制 如果没有耶稣 是没有功效的 即是阿伯拉罕 都是因为他信靠神 所以神就称他为义 神的属性 一起读 神知道人不能完美 神就似人救恩 叫人被清义 不自夸 单单信靠神 绿色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要自夸 好了 神的属性 当然有其他的 不过这里 第一就是神是圣结公义 神是知道人 即是他体谅人 人是不能够完美的 所以 神就似给人有救恩 而救恩是怎样呢 神预备的救恩 有个方法是圣面 就叫人可以信 恩信清义 就是当人信 如果预备了救恩的时候 就不是人做 是神做 做好之后 我们信靠神 就可以清义 那如果他信了耶稣 那麽便是便宜人 即是用真正 是的 圣经是有这样说的 圣经有两个定义的 义人有两个定义 一个义人的定义 就是凡是信靠耶稣的人 就是义人 不过圣经也很多时候 说他是一个义人 也说到他不单是信靠神 他是有行为上的改变 所以圣经所说的义人 通常都不是单信 不过是因信 所以成为义人 不过信之后 他的生命都有改变 如果一个人信耶稣 但他继续犯罪 那人便不是称为义人 继续犯罪 所以个人都有罪 但他继续犯罪 而不悔改 那人便不是称为义人 所以是神 预备了救恩 即是预备了 救我们 那我们一信便可以称为 救恩 身就一样 所以我们人怎么反应 就是不要自夸 单单信靠神 即是 我们没有人达得到的 没有人够好的 如果神要数我们的不好的事 我们真是丑到无地自用 而且不可以得救 如果神要数 每个人站在神面前 神说你犯了这么多罪 如果不得赦免 我们每个人都上不到天堂 但我们感谢神 就是借着信耶稣 我们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们就单单信靠神 好了 接着这里 在加拉太书 又解释到这个东西 加拉太书三章六节一起读 正如阿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这些 所以你们要知道 乃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 预先汉明 神要叫外帮人 恩信称义 就早已传夫一级阿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乃以信为本的人 何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这里讲到很明显 将基督徒和阿伯拉罕拉上关系 阿伯拉罕信神 神者就算为他这些义 算即是什么呢 不是他够好 算 算你没罪 算你是公义 所以算为他这些义 是他不够好的 不过神 当他是好 而神当他是好 就是遮盖他罪 遮盖 其实是遮盖 就是那些罪事都在的 是遮住了 被盖住了 所以现在没有罪了 算为他这些义 所以我们知道 乃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即是说我们信靠神而得赦免 这个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即是说不是行为 是信靠 好像阿伯拉罕那样信神 这样的人就是他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恩信称义 圣经已经讲明了 即是神叫外邦人都是 其实这个外邦人 很多时候在圣经 那个余文就是什么 Nations 列国 其实这个讲 神叫列国的人恩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阿伯拉罕 以传福音给他 那他说什么呢 万国必因你得福 即是说 因为你的余故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都会他们得到这个福气 什么福气呢 就是恩信称义的福气 可见乃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即是阿伯拉罕又有信心 以信为本的人 就和他一起得福 所以神的属性是怎样呢 一起读 从起初 神都是叫人恩信称义 神痴人白白的救恩 我们不靠己 只靠主 就是说 从起初 神都是叫人恩信称义 阿伯拉罕也是 之前都是 其实 每个人有谁够好 神伺人白白的救恩 即是不是我们救好 是白白赐给我们 即是他有救恩 他又赐给我们 他有圣洁 他又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 靠主 但我们是否努力遵从神 是 我们努力遵从神 但我们不是靠自己神 你看我做得多好 所以我去了天堂 而是说 我信靠耶稣 所以我去了天堂 接着第十节 更加很清楚说到 即是说 根本 这个 恩信称义 是不会被律法取消的 即是说 一直都有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奏座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 照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奏座 十七节 我是这摩书 神遇先所立的药 不能被拿四百三十年以后的 律法废调 叫应去跪以去空 这个四百三十年是什么意思呢 神应去阿伯拉罕 他恩信称义 是主前一九二六年 就是阿伯拉罕的约 神和他立约 万族要叫你恩利得福 然后过了四百三十年之后 就有摩西 摩西领受这个十戒和律法 是主前一四九六 主前是越来越小 就时间越后 就是说主耶稣之前一千二十六年 到一四九六 就有四百三十年 就是摩西立药的时候 这个救药 就是在那时的药 不会被后来的药取消了 我们现在看经文 凡以律法为本 都是被咒座 人以为靠律法 以为靠律法够好 为什么法律创人有问题 他觉得自己够好 他以为自己够好的时候 他就是被咒座的 因为经常说 凡不尚之作律法 书上所记一切的事去行 就被咒座 就是你想靠律法 但是做得不够好 就被咒座 所以我们一定是说 神我不够好 但是有些人 经常都用律法 罵字 我神不够好 所以落罪永生 神的手中真是可怕的 神要追悼我的罪 真是很可怕的 那时候是以律法为本 我们知道 我们根本没有人能够达到 而一个人想靠律法 最惨的就是 他反而被咒座 因为神就好 我就用律法看你 看看你有没有遵从 就没有遵从了 然后他就说 神义先所立的药 就是说到 跟阿伯拉罕立这个药 就不会被四百三十年之后的律法废掉 就是之后就立了律法 就不会废掉这个应许 这应许就是什么呢 他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不会废掉这个药 所以这个律法 只是外添的 是加上去教导人 让他知道要遵从律法 知道人 其实耶稣要教我们 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是知道要付出这个代价 就是说 这个 不会废掉这个律法 不会废掉了应许 就叫应许 如果会废掉 就是以后靠律法 就没有了应许 他就没有 不是靠这个律法 而是靠恩典的 这一句更加很清晰 很强烈的 加勒太书三一十节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成言本乎律法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曾经传过一个律法 是能够叫人有生命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靠律法清义了 如果曾经试过有一个律法 是可以叫人清义呢 那就是不用靠恩典 是可以靠做好 但是就是不行 就是就是不行 所以一定是要靠恩典的 如果根本可以靠律法 以前已经有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以后可以靠律法 但是人根本是靠不了律法 其实是很恐怖的 靠律法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呢 任何的错 全部不能遮蓋 所以一定是因典 因典才能够遮蓋 才能够贖罪 那律法呢 从来不能够救人 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我们都不完美的 就是这个奥陶瓦代表 全身都是一片片骚髒的 很多罪骚髒的 所以根本从来没有一个律法 是可以救人的 所以借先所说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 神传给阿伯拉是一个恩信清义的药 而跟着之后的律法 都不能够取消这个药 这是第一个 所以人是达不到这个至高的圣结 这几个年轻人 那些树倒了 他去伸手摸 拍一张照片 但人伸到多高 便去到这棵树倒下来 如果这棵树伸直 他都摸不到它的树顶 但如果要去到太阳 这个太阳 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地球 可能这个是地球 也未定的 可能这个是地球 也未定的 好了 要去到地球 或者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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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总是会想 哎呀好惨啊 哎呀真是 哎呀不开心了 哎呀好烦啊 哎呀好激气 好怒嘲 哎呀好猛 这些都是罪来的 神里面是没有这些事情的 我们没有想象神是怎样的 所以他的圣结呢 他的圣结呢 他的圣结是高到不低到 他的圣结 和人比较 人是有很多 很多条件的 但神的圣结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人去到那个境界 和神去到那个境界 根本是完全 没有得比较的 完全没有得比较的 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达不到 我们一定要靠恩恋的 好了 然后第二 第二个圣经呢 有讲到 耶稣都是属救约的人的罪的 救约的祭物不能够随随 圣经是有很清楚地说到的 救约的祭物是不能够随随的 希伯来书讲的十四 截开始下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痴见及神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淨你无益心 除去你无益死行 使你门是梦那永生神吗 为此他藏了身弱的宗保 既然受死 属了人在前弱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照之人得着所应他永远的产业 那这里呢 就讲到基督呢 借着永远的灵 他是神的灵 他有神的灵 将自己献 无瑕无痴的献给神 即是他的事奉 都是和圣灵一起的事奉 他将自己献上 是无瑕无痴 所以他的 他的献祭是有效 其实有些人受的苦 和耶稣受的肉身的苦 并不低过他 现在有些基督徒被人杀死 是怎样的 有些是逐忽肉割出来的 是很痛苦很久的 即是继肉身痛苦 耶稣不是最痛苦的 还有人比他痛苦的 但耶稣为何他能够完成这个 究竟因为他无罪 所以他完全能够射掉所有的罪 所有罪的惩罚 全部降到身上 所以我们完全能够百百得拯救 因为他是无瑕无痴的 念给神 还有他受的苦 肉身的苦 就有人受过强过他 但他灵类的苦 就没有人受过 因为我们个人本身 本来都是在罪中 所以我们和神隔绝 不觉得很苦 所以那些人不信耶稣 不觉得很苦 但是耶稣 是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要在十字架上 跟天父分离是很苦的 因为他是由天堂到地狱 即是他一世人 在世上的时候 在世上的时候 是日日里面充满神的喜乐 神的圣结 神的光明 神的爱 是完全 心里面就好像天堂一样 那么好的 而在十字架上 他就要变成了 成为罪 成为咒作 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在那时候 他受的痛苦是极大的 所以我们感激耶稣 那么好为我们献上 因为如果他不祭 耶稣说 我不祭 那么受的苦 我不祭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得谈 没有机会 我们感激神 他无限无知献给神 他的血 就能够洗净我们的心 除去我们的死痕 第一 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心 良心 改变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不再有些死痕 就是有些不好的行为 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 一步步提升 良心被结症 跟着我们的行为改变 跟着我们有能力侍奉神 那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 留心看这些字眼 不要扎一声看 慢慢看 为此他作了身欲的中宝 中宝是什么 是中间人 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中间人 为什么是中间人呢 因为我们去不了神那里 因为神那么圣洁 还有神去不了我们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罪 他不能够来到无畏的人身上 他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好像叫你住在一个厕所的 就是那些最骯髒的地方 屎臀,屎臀,你要住在屎臀,我們頂不住,怎麼可以住在屎臀裡面呢? 以神來說是更加困難,因為他頂不住罪,因為裡面是聖結光明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中間人,他為我們贖罪,我們就可以來到神 既然受死贖要人罪,前約知時所犯的罪 原來之前的約,這個很明顯,在希臘文都是寫著前約的 熟了前約的人所犯的罪,亦都叫蒙照的人得著所影響永遠的產業 整年我們有永遠的產業,我們在地上不是每個人都有產業 不是每個人都有房子,有車,有很多產業,我們都不是有那麼多錢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有些有,有些沒有 但是現在我們有永遠的產業,因為那個產業更厲害 因為它是永恆的,而且是不能扭壞的,而且是很尊貴,而且祝福現在 所以我們越聽神的話,我們每天所做為耶穌所做,我們親近神 所以所有這些都成為我們的產業,神會永遠紀念 神紀念的時候,神就會大大祝福 所以你想生命祝福,你就經常親近神,遵從神,然後走神的路 你的產業就越來越強了 我們沒有熟靈的眼睛看不到 如果你看到,你說,現在我建了一間神的聖見的屋 已經一直在建,都是要靠因應的,因為我們的行為也有不好的 現在建了一間屋,越來越漂亮了 原來我今天做了一件事,神就蓋了一層樓 神越蓋越多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於我們的基督徒生命更加開心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了 哎呀,我就有很多不好 這個就沒有信心了,沒有捉住應許的 因為聖經說了,我一杯糧水給一個小枝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你做了那些小的事,為耶穌做真心做 那神又在你的屋裡,又加添一些東西 那你這樣想,是不是正面很多 因為神說了,永遠紀念 所以我們觸實這個應許,我們得著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 好了,這裡就講到做不到的地方 一起讀一下 救藥的人不能原理,神早為救藥的人預備了耶穌 欣賞神早有的安排 就是救藥的人都不能夠完美 所以神為救藥的人都預備了耶穌的救生、救恩 當然他們獻祭的時候,其實他們是相信神會赦免的罪 神用什麼方法呢?就是將來的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欣賞神的安排 無論是救藥、生虐、什麼時代、什麼時候 都是直接信耶穌得救的 這裡再解釋到,律法不能夠這些獻的牛羊 不能夠屬人的罪的 還有呢,律法是一個影來的而已 律法不是一個實體來的 律法來書十章一節 律法的事將來美時的影兒 不是本物的真象 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而言存 若不然,獻這些事豈不早已止住了嗎? 因為禮拜的人良心記被潔淨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上起罪來 因為公羊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很清楚說的 公羊、公牛、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待會還有一節經文 斷不能除罪,一定能除罪 沒有功效,只是一個影兒而已 很清楚一個影兒而已 是一個預表 同樣在哥羅西書也說到 這些安息日、這些節旗 都是一個影兒來的 乃形體上説基督 所以這個時候有些人覺得 守安息日、或者守節旗 好像特別熟靈一點 其實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並且加勒太書也說到 你們經常守節旗,我為你們擔憂 這麼緊張這些事 但是守節旗可否有正面呢 可以 你當作紀念是可以的 不過不要覺得自己 我熟靈一點 那就是靠律法 我守節呢 我就超級一點 我熟靈超級一點 那這個是律法來的 沒有超級一點的 全部都是靠耶穌的恩典 不過做這些紀念就可以的 好了,律法是將來美視的影兒 一個預表來的 即是說好像給你看到 將來是怎樣的 一個影 就是讓我們知道 原來是 耶穌要滿足這麼多東西 才能夠救到我們 律法你想想 犯一次罪 拿一隻牛 拿一隻羊去 一隻牛 一隻羊 就算當時來說 那些牛羊 現在牛羊很貴的 因為我們一斤都很貴 但是當時來說 一隻牛一隻羊 都吃很多餐 即是他們如果湯了牛羊 不可以一餐吃光 他都要分給人才能吃光 即是一隻牛羊 這麼大的代價 犯了罪 這麼大的代價 好了,律法是將來美視的影兒 不是本物的真象 也不是一個真實能夠救人的 總不能藉著每年上獻的制物 叫近前來的人得而如全 這裏也很清楚 不能藉著每年所獻的一種制物 叫那些來到的人得而延傳 制物是不能夠叫他們延傳的 若不然 憲制的事起不早已止住了 如果他有效 那便已經憲制完了 即是已經屬了罪 即是耶穌憲制一次就可以了 他不用再憲了 因為他已經屬了罪 所以舊約如果他那些有效 那一次憲制便已經屬了罪 但是就是沒有效的 因為禮拜的人良心的密結症 就不再覺得有罪 即是我們來說 我們敬拜神 便良心必結症 但是這製物是叫人每年賞起罪來 其實是叫人知道罪 我們知道罪的代價 而因為 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我們一起讀下面那些字 製物不能除罪 神能賜我們不能達到的完美 不要以為自己夠好 就是祭物能夠除罪 神就賜給我們不能達到的完美 我們便達不到 因為來到神一定要完美 神就將他的公義 他穿在身上 是耶穌的穿在身上 是耶穌的穿在身上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夠好 聖經同時說 你一杯糧水 神都紀念 那你千萬不要說 神啊 我已經 糧水都給過不少了 我又幫過很多人 我以為人祈禱過很多人 但有很多人相信主 你跟神說 神就說 你跟我計數 那我和你計數 很恐怖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說 神啊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 我們做的 我們就歡喜做 但我們知道神賜賜 我們就開心 但千萬不要說 神啊 我已經有很多功勞 其中 大家可能有聽過 瑪利亞很多功勞 其實這個從聖經的觀念 是完全不合復聖經的 他怎會有多餘的功德 可以分給人 有些人就說 瑪利亞有多餘的功德 可以分給人 聖徒可以有多餘的功德 根本沒有人 他所做的都是應份做的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夠好 是我們達不到的 這裡這一節也說到 祭物是不能夠隨隨一起讀 希伯來書十章十一節 凡祭師天天集著是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者祭物明不能隨隨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聚 就是神的右邊坐下 這裡說到 祭師天天集著是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但這個祭物永遠不行隨隨 他沒有這個功效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聚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 一次永遠的贖聚是永遠有效的 他就完成了 他就可以坐下 但祭師進入聖殿是沒得坐的 聖殿是沒得坐的 但耶穌就可以坐在神的右邊 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 一起讀 基督獻上完美的贖聚祭 欣賞我捉緊基督的救恩 耶穌這麼好 神是完美的 他就獻上這個完全的贖聚祭 我們就是欣賞和捉緊基督的救恩 好了 有些人說 舊約都有講到獻祭 但我想告訴大家 舊約都有講到是靠恩典得救的 不是靠行為的 他有獻祭 但獻祭的背後意思 仍然是神赦免他們的 哈巴谷書二章四節一起讀 加勒底人至高自贊 心不正直 為二人恩信得生 這裏是聖經其中一個經文在舊約 二人恩信不是恩行為得生 馬丁路德 他就看到這個經文 和羅馬書這個經文 然後他開始明白恩信清義 因為他來講當時很害怕 因為當時他在天主教之下 就是要做得夠好 他經常覺得自己不好 不夠好 所以他很自責 但後來當他看聖經 看到這裏二人恩信得生 在羅馬書頁也說到 二人恩信得生的時候 聖經是說到恩信 不是靠行為 他就很釋放 很鬆很鬆 所以在路德會裏 是很強調這個恩信清義 通常他們叫直信 直著信 不是因我們的好 我們的信有什麼好 是直著信耶穌 所以一起讀 得生是靠信主 不是靠行為 是信靠耶穌得生的 有些人說 為何聖經講得那麼多 為何這麼多人會講 靠律法 其實很多人看聖經 不是全本聖經看清楚 查考清楚 分辨清楚 有很多教義 我們不要隨便 別人說什麼就信什麼 我們分辨 我所講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 Facebook馬上有直播 你回家再看就可以了 YouTube 等一兩個星期 你可以再看 你可以再看那些經文 你也可以叫我傳給你 我可以傳給你的 詩篇五十一篇十六節 這裡也講到 是藉著信 而得救 一起讀 你管不起愛祭物 若起愛我就獻上 凡祭你若不起願 神所要祭祭就是 憂傷的靈神 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悍 這裡 但會比較 祭物 和憂傷痛悔的心 哪有更重要的 是很明顯憂傷痛悔的心 就是一個心悔改的心 一個信心 神不是喜愛祭物 那為什麼要祭物呢 祭物就是 一個預表 一個方法 讓我們知道 是要付出代價 神不喜愛祭物 如果喜愛我就獻上 凡祭你若不起願 當然這裡不是講到 這是一個不起願 聖經所講的 不是爭人獻祭的 不過只是說比較來講 神是喜悅人 有個憂傷痛苦的心 就是一個比較 正如聖經所講的 你不恨你的父母 過於 的話 你就不能夠做我的門徒 那意思不是真的恨 而是愛神超過一切 不能夠愛父母超過愛神的 好了 神是怎樣可以一起讀 神看眾人 悔改信靠神 悔改和信靠神 比祭物更重要 我們應悔改信靠主 這就像身有些信徒悔改而得赦免 原來神是看眾人悔改信靠神 有些人會說 我悔改可以 我悔改信靠 然後又犯罪 神也告訴我們 有律法的 教我們不要犯罪 因為犯罪是有罪的後果的 但我們知道 我們有罪一定是悔改 這兩個平衡 很多人不平衡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很多罪 神不赦免 那經常有律法 有恩典 然後又犯罪求之赦免 我犯什麼罪都不要緊 那又是不行的 兩個人都要 不過恩典是在上的 即是經常都是神赦免我 所以我知道神赦免我 所以經常都是開心 我做得不夠好 神赦免我 但我就不是繼續犯罪 因為罪 神是憎惡的 神不能夠容忍罪的 罪一定有 它不良的後果 有破壞性的 悔改和信靠神 比祭物更加重要 即是神原來喜悔 悔改和信靠神的心 多於喜悔祭物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悔改信靠神 經常都說 我們其實每天都悔改 為何每天都應該悔改呢 有時你說 我今天都沒有罵過人 我沒有說謊 我們不能夠盡心愛神 已經是有罪了 我們不像天上的聖徒 那麼喜樂平安 又充滿愛 已經是有罪 即是不完美 就已經是罪 所以 那你說死了 那經常都有罪 是的 我們經常都有罪 求主赦免神 真的經常赦免 所以 知罪不代表 死了 我真的沒有用了 我真的要打死自己 真的沒有用了 扔了自己下海 不是這樣的 我知道我是罪人 不過耶穌是愛罪人的 原來去日都是 好像新的信徒 悔改而得 赦免 另外的經文 詩篇32篇第二節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我要向耶穌 承認我的惡法 你就赦免我的罪 這要很清楚說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 說出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罪 這件事我們都要學習 我發覺我們有些罪 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要向神去承認 神呀我知道我有罪 還有有時覺得 這些罪都不重要 我們都要知道這些罪都是重要的 或者有時隱藏的罪 有些我們的潛意識 經常都要發怒 容易被人傷害 這些都是罪來的 我們不向神隱瞞 我們要向祂承認 我就說我要向耶穌 承認我的過法 祂就赦免我 這裡沒有說到牛羊 我向祂承認 神就赦免我的罪 一起讀一下 神內心是極勝極的 神看重人 真心認罪 祂就赦免人 我會應真心悔改 這就向新約的信徒悔改而得 四面 就是說 首先神是極度聖結的 很光淨的 所以神的尾線就是這件事 如果神有的那麼多污衛 會怎樣呢 其實人魚也有的那麼多污衛 有的那麼多不好 大家都見過好人 不過通常好人 有的那麼多不好 或者有時其實不是的那麼多 人體上有的那麼多 有的那麼多偏見 有的那麼多不好的東西 跟他相處的時候相處了很久 又發覺 他整天都覺得自己適合 那又是一種很大的問題 如果神是這樣的 他有錯 不過人們告訴他錯 譬如神不是完全升級的 人們告訴他錯 神又發脾氣 又生氣人 如果神是這樣 天堂都會不好 譬如基督徒 看上天堂還是有罪的 跟著有人說他不好 那他又發爛爛 不開心 又憎恨這個人 又跟他拒絕 的那麼多的罪 都可以將全團污衛 所以我們感謝神 他是完全聖結 是很漂亮的 所以神的詞 應該是三十二五 三十二五節 是嗎 三十二天第五節 對不對 原來神是極度聖結 是很美麗的 還有神體重人 真心認罪 他就卸面人了 即是原來神體重人 我們真心認罪 我們不夠好 都不緊要的 但不緊要師 不是說犯罪不緊要 是說我們悔過一神 就卸面了 罪是緊要的 不過悔過一神就卸面了 所以我們真心悔過了 亦都好像新約的信徒 悔過而得到卸面的 然後聖經亦都說到 這個是信靠 二塞書二十八章十六節 所以主也說如此說 看下我就是石安放一塊石頭 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 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然後比德塞書二十六節 因為經常說 看下我把所簡選所寶貴的房角石 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這個經文就說到神話 我在石安放了一塊石頭 作為一個根基 這個說到耶穌 耶穌是個根基 我們每個人都建立在這個根基上面 是試驗過的石頭 即是說試驗過是完美的 沒有問題的 是穩固的根基 是寶貴的房角石 是極度寶貴可靠的 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那你說為什麼在這裡說不著急呢 因為不著急可以很多方面 不著急即是說他很平穩安靜 他就會很興省 很喜樂 很充滿愛 即是可以 不著急都可以這樣的意思 而比德塞書 他就將這個經文 他就將他意思去解釋 他就說 看啦 神就說 經上記就說 他就說 就是廣義塞書 我將我所揀損所寶貴的房角石 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即不至於羞愧 就是說 我們呢 這裡說到這個不著急 也有一個意思 不羞愧 為什麼叫羞愧 有罪 就醜怪 有罪要審判就醜怪 有罪要落地獄就更加醜怪 但是呢 我們有罪得赦免 我們就不會醜怪 不會羞愧 所以這裡說到是什麼呢 怎樣去不著急 而能得到平安起落 是靠什麼 信靠 不是靠行為 所以聖經的舊約裡面 都很清楚說到 是信靠神 一起讀一下 基督是穩固的房角石 即使在舊約 重點是信靠神 信基督是最穩妥的 基督呢 就是穩固的 穩固的房角石 它不會搖動的 即使在舊約 都是著重信靠 阿巴拉罕也是信靠 在舊約的時候 都是信靠 信靠基督是最穩妥的 信靠基督就是 經常都 耶穌赦免我 耶穌救我 耶穌救我 耶穌幫我 耶穌接立我 耶穌提升我 耶穌幫助我 耶穌有生命計劃 神有紀念我所做一切 神有賞賜 這就是信靠 全面性 我整個生命 放在耶穌身上 其實是不難的 很多人就要靠 找到錢 做工好 老闆稱讚 或者有結婚 找一個好的丈夫 太太 那我才覺得自己有價值 但我們真信耶穌的人 不是 我沒有 但耶穌有 耶穌就把一切禮物給我 那時候 人就很鬆 為什麼鬆呢 我今天雖然沒有 但我一信靠耶穌 什麼都會有 耶穌就給我力量 我又可以開心 讚美神 如果我們數自己的東西 來到開心 我們可能 不是數到很多東西 因為數一下 就會說 我都有很多問題 我都是做得不夠好 如果我們數自己的東西 就不能夠開心 即是不能夠時時開心 但數神的東西 就不怕了 神的東西 是永遠 是永遠不絕 有很多禮物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今天的信息 不只是說 舊約的人 都是靠恩典 都是信靠神 而是今天 我們怎麼信靠 是相信神裡面 多恩典多到不得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對比一下 靠律法清義 和本乎因 寂作信清義 的分別有經文下 《加勒太書》三個十節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 都是被奏助的 因為經常記著 凡不常照著律法書上所記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奏助 《加勒太書》三個十節 對不起 這裡寫錯字話 若曾存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成言本乎律法了 然後《以不所書》二章八節 你會得救時本乎因直 就信者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知的 又不是出於行為免得人自寡 然後說到 《以律法》 《以律法》為本 就是被奏助 因為記著說 《凡不常照著律法》 《書上所記》 一切事去行 就是被奏助 你要靠律法 但你做得不夠好 就被奏助 所以千萬不要心 我已經夠好 我已經很好的 我見過有些基督徒的人跟我說 我聽過的 聖經我聽過 不用習慣了 我懂很多 我知道很多 我做了很多 我都聽了話 當人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問題的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個個都不夠完美 你又不夠完美 那就很慘了 不夠完美 所以就靠恩典 你就沒有一種重擔 就輕散了 然後若曾存一個能 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承認本門律法 根本沒有傳過一個律法 可以叫人清義 沒有的 做不到的 律法只是叫人知罪 以及告訴別人 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靠律法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知道 靠律法清義 是不合乎聖經的 有一個英文的 叫Schoolfield Reference Bible 就是它講了這個律法時代 它推行這件事 很多人受影響 以致很多人就以為 舊約都可以靠律法 以前的人可以靠律法 其實在神學上 它不看清楚 有些人說 舊約和新約有什麼分別 是有分別的 有些人說 你講到舊約都像新約這樣 有什麼分別 是有分別 舊約如果以斯人聽話 以斯人就會成為一個 全世界榮耀的國家 是會影響全世界的 他也有在世上的祝福 和有屬靈的祝福 也都將神的恩典透過祂祝福別國 舊約是一樣 就是那些人信靠祂 遵從祂 祂就得福 而這樣的時候 是會祝福全世界的 舊約包含有這個物質上的祝福 更明顯就是有以色列的地 和這個地是神會大大的施恩 不過今天神都會祝福 但是今天聖經也講了一方面 先求神的國同的耶利世 給我們 不過也講到 就是 我們蒙恩不但得以信福 基督並要為祂受苦 這個在《菲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 我們蒙恩不但信耶穌 亦都為祂受苦 即基督徒也有受苦受迫伯 即是說我們是得福 但同時都會受迫伯 但這個迫伯是神會永遠紀念的 好了 那得救是怎樣的呢 恩典是怎樣的呢 得救是本乎因來自神的恩典 直著信 這個中文聖經是翻譯 有恩就是信的 但這個翻譯是按照原文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直著信 直著信 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我們的信有什麼可誇要 即是好像一個人餓死 你給他吃 他吃了之後 他不會說 今天我差不多餓死了 真的死了 不過有人給我吃 幸好我又肯吃他的東西 如果不是我已經死了 我們不會這樣誇要 他當然是說 我已經餓死的人 真是救命恩人 他給我吃真是很大的恩 他不會誇要 我肯吃他的東西 不會這樣誇要 他當然是誇要 誇要那個人肯幫他 所以信心就是一樣的 我們要落地獄的了 神救我 我只是拿著耶穌的手 上回天堂的 我拿著耶穌的手 我不是很誇要 幸好我拿著耶穌的手 不會這樣 我們就多謝耶穌救我 拿我出來 所以信是一個方法 直著信 直著這個方法 而原文的字也是 through faith 直著信 是來自恩典的 並不是出於自己很明顯 不是靠自己的 是神所賜的 又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人自誇 所以 是完全是神耶穌 基督為我們死 直著相信耶穌 也都神是扶持我們的 他不斷扶持我們的 好了 恩信聖義 大家不要以為 做什麼都可以 聖經義都告訴我們 我們有生命的果子 和是侍奉的果子 信心是沒有行為的 是死的 信心一定有行為的改變 那有什麼呢 改變呢 生命的果子 有愛心 耶穌這麼愛我們 我們就去憐憫 那些人 他們不能救 他們落地獄 我們要去救他們 我們如有愛心 平安起落 我們就可以救人 但很多基督徒 經常看著 哎呀我還有一些問題 哎呀我還有煩惱 哎呀我做了憤怒 哎呀我做了憤怒 哎呀我有頭痛 哎呀我被人罵 哎呀我又沒有錢 那一看完那些 就什麼都做不到 但如果我們說 我們有很多東西 不要看沒有那些 我們經常都分享給人 跟人聊天 人家都看到我們的喜樂 人家就說 哇你信耶穌真的信得好 本來你的祭遇很慘 為什麼你都這麼開心呢 人家就看到耶穌的好 所以我們本身被神改變 我們就能夠榮耀神了 這個就是 生命裡面有些愛心 有喜樂開心 又有平安又有愛神 就是裡面有一種愛神的心 然後有示悟的果子 就算歡迎人也是一個果子來的 祝福人 代討 你做不到什麼 你代討 你關愛他 幫助他 傳福音 建立他的靈命 全部任何一樣 你做得到的 你說我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的 神 神在我們 個個都是超級幼稚園的 最厲害的人 最多是高B 高B 高B 高B班 神來講 個個都是小兒科 你做的事情 很少 不過神很有能力 他能夠把能力放入你裡面 然後你做一點點東西 就很大果凶 有些人他的見證很少 改變很多人 所以很有能力的人 不是他夠厲害 是因為他信靠神 就是這麼簡單 他肯搏通一條碗 信心就是什麼呢 另一個看法 就是搏通一條碗 跟神搏通了就搞定了 這樣看就不難了 所以有信心的一件事 就是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一起講 有信靠神 就沒有壓力 因為靠耶穌 不是靠我們 這樣的人 就沒有擔心了 我們也要明白一個真理 就是耶穌的救贖 是全世界唯一的救恩 詩倫卷四章十二節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似下別的名可榮 可以靠上得救 沒有第二個方法得救的 一起讀一下 唯有神能將人提到他的領域 神預備最便宜的救恩 單單信靠救主耶穌 就是神是至高 而他能夠將人提到他的領域 所以他透過耶穌 而神預備一個奇妙的救恩 將人提到他的領域 即是他很高 但他很高 如果只是很高 在上的人去不到那裡 又是不行的 他就預備一個救恩 將人提到那裡 這裡我們就看到神的能力 他不單止至高 他能夠將悲賤的人 和污慰不堪的人 救了改變了 將他提到天上 到天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基督徒 真是奇妙 每個人都變得這麼完美 每個人都這麼開心 這麼充滿愛 神啊你真是奇妙 本來他在地上 真是 不知罵過多少人 發過多少脾氣 說過多少閒話 真是烏威得不得了 這個人 很多很多罪 信到天堂 變得這麼完美 神就是這麼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 看到唯一的救恩 就是耶穌 這樣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要參與 有些人信耶穌 信一下風水 信一下算命 以前曾經有說明師 跟他說的 經常記得 這些我們放下 要取消它 完全是靠耶穌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不要要的 不要風水 買屋 找那些風向 風水好些 不要相信這些 還有有些人 你看這裡 有個十字架 他又拜耶穌 又拜其他 一起了 神不喜悦 神是忌邪的神 神是直到我們會去愛其他 或者修行 可以靠自己修行 其實很多宗教都是靠自己修行 或者星上學 因為現在整天網上都有的 今天幾月幾日 你是什麼座的 你是什麼座 你忘記它 不要記著什麼座 有些人說 你今天什麼座 你就適宜做什麼 你什麼座 適宜跟什麼人結婚 就不要去想這些 還有這些人 有句話 行好事就有好報 這個 在神裡面 都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他們是 不靠耶穌 單靠好事 這個就不行 就是我做過好事 所以有好報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 根據做好事 都有參與很多不好的事 所以他不是一定得好報的 但在神裡面 有耶穌 他就會將我們不好的取消 然後他將好的給我 所以耶穌裡面是有神的好報 和祝福的 好了 恩典還給我們這種信心 這個經文 太九章二十二節 一起讀一下 耶穌轉過來 看見他 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到你 這三樣東西 給我們看恩典就好了 一起讀一下 女兒 神想與我們有父親兒女的關係 放心 神關心我們的感受 信夠到你 你信靠就可以 這三樣東西 耶穌這句說話很特別 第一就是女兒 即是神想與我們有父親和子女的關係 信心就是這樣 神想與我做 即是爸爸和子女 很開心的 很輕鬆的 很接力我的 這就是信心的禮物 我不是靠好好的 不要比較 好過別人 不用好過別人 總之我靠耶穌 我盡量愛神 真心愛神 跟從神 遵從神 神一定會歡喜 我做得不要求神借面 神就會歡喜 然後耶穌說 放心 不用緊張 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你有什麼問題 就算你有情緒問題 就算你有很多問題 也好 你放心 神關心我們的感受 神會醫治 所以當中有些人有情緒問題 神會幫我的 你經常想 神經常想 耶穌幫你我 耶穌愛我 耶穌照顧我 你治你的情緒問題 為何人有情緒問題 哎呀 我不夠好 人們不喜歡我 全部都是律法 我不夠好 比較不夠好 人家又不喜歡我 去比較 總之煩是比較 就辛苦 比較身就很慘 即是比較 昨天我好過今天 我以前好過現在 又是不好的 總之煩是比較 都是不好的 神關心我們 接立我們 信救了你 你知甚麼呢 信很簡單 有個人說 我送了很多錢給你 我給很多遺產給你 你信不信 我信 那就有了 信就是 他真的給你 我信就有了 所以神給我們 我們信靠就可以 不是靠行為 那你說 即是不用行為 又不是 信了之後 我會改變 但做的根本不是完美 但神也會喜悅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的信息給大家看 原來神由起初到以後 永遠都是靠信心 做到天堂都是 天堂都是 天堂都是 耶穌好的恩典 我信靠耶穌 我永遠有 神的愛 和喜樂平安 永遠 我們每一天 是我們自己夠好的 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自己夠好 是神的好處 來到我們身上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做人輕鬆很多 希望大家都 生活在恩典之中 原來神由起初到 永遠都是恩典的 我們每天都說 我不夠好 我求主赦免 我有信靠祂 神就喜歡 我親吻祂又喜歡 我有努力改 神就喜歡 那我不夠努力 不夠努力 都不要緊 總之我有改 神就歡喜 我又求神給我努力 神就歡喜 我有這個心想改得更好 神就歡喜 我一改的那麼多 神就歡喜 我有做什麼事 的那麼多 有時候不用等到你 完全好了 我們都可以關心人的 神就歡喜 那是否很輕鬆 所以這句經文 我特意拿出來 就是 希望大家記得 很容易記得 這句說話 是耶穌說的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你 這三句 我們記了 神都叫我們 兒子啊 女兒啊 他經常都會這樣叫我們 爸爸啊 兒子在那兒 女兒在那兒 放心 耶穌說放心 不用擔心 你的信 你信就可以了 你的信就有禮物了 怎麼回應呢 很感激神 耶穌為我死 又歡喜 又愛神 又喜歡神 又經常活在興散 那是否很開心 其實聖經 由舊約到今天 都是一樣 都是恩典 都是神的前愛 是否很美善 神的美善是很美的 美得不得了的 我們一起討過 來到神面前 如果我們在律法之下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 如果我們經常比較人 我們批判人 批判人 批判人 批判自己 求主赦免我們的 所有靠律法的地方 或者總是用律法來量度自己 猛地說自己 哎呦不夠好啊 沒有人喜歡我啊 人喜歡我啊 我很苦啊 我很慘啊 我想死啊 這些說話 我們全都要放下 求主赦免我們 在內心裡處理神啊 教我 有正面的思維 因為神就是正面的 給大家一些安靜的時間 去默想 我們有沒有 這種律法主義 比較人家覺得自己厲害 或者比較人家覺得自己差些 或者覺得不達標的 求主幫助我們 釋放我們的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天父愛我們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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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處理一下 裡面的壓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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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陣子 在陰莲之中 可以全放下 我不再受壓抑 不再背著擔子 我天天輕輕鬆鬆 起落平安 哈利路亞 就算今天做不完 不要緊 天天都在說 有耶穌幫我 我放心放手就可以了 可以輕輕鬆鬆 多謝天父 你想得輕鬆 你現在靠著耶穌 站起來 神啊 我要靠恩典 你用一個信心來站起來 信心站起來 有不同的 你的信心一步 神啊 我靠恩典 我靠自己 我靠恩典來到你面前 我靠恩典 得起落平安 哈利路亞 我天天靠恩典 天天捉著耶穌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多謝你 你真是好 神你雖然是至高 至聖結 至偉大 至有智慧 但你不會輕看人 你很謙卑來服侍我們 來幫我們 為我預備一條路 一條去天的路 這條路就是 將我們由悲賤的人 我們的悲賤的人格 悲賤的污衛罪 全部都洗乾淨 然後帶領我們 一步一步向上走 但有時候 我們又會捉回律法 就說自己不行不行 經常都說 不行不行 上不了 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開始踏上這一步 試著 自己可以用行動來代表 你試著把你的腳 好像踏上去 神啊 幫我踏上這個恩典的路 踏上這個恩典的路 不要再靠自己 我放下自己 我不靠自己 我做得不夠 我不要緊 我放下自己 我靠耶穌 我靠著耶穌向前去 我靠著耶穌有信心 放下那些煩惱 不開心 自卑 或者自滿 驕傲 我們都放下 有耶穌真好 感謝天父求主 幫助我們使用今天的信息 知道 舊日新約的人 都是靠恩典 從創世以來 都是靠恩典 都是耶穌的恩典 多謝耶穌 你這麽大的恩典 多謝天父 你這麽大的愛 我們承認我們是罪人 我們很多污衛 求主 聖念我們的洗淨 我們一切的罪 跌淨我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們 更生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求主更生我們 施恩給我們 叫我們不要活在淡子之下 不要活在重淡之下 不要活在律法之下 活在恩典之中 但同時我們會遵從律法 但不是被律法押著 也是輕輕鬆鬆的 開開心心的 我們做什麽遵從神 神都歡喜 我們就開開心心 多謝主 感謝主 表現 失禮 twe ri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